他是江西最大的贪官 一天贪污的金额等于农民两年的收入 被抓后还发表奇葩言论 对自己罪行轻描淡写 在押赴刑场时 还洋洋得意地表示 自己可以载入史册 身为副省长的胡长青究竟做了什么 2000年3月8日早晨 江西南昌北交刑场 见证了一场惨烈的枪决 胡长青从囚车上走下来 被执法人员带到刑场进行执行 然而当一声枪响划破空气 胡长青并没有像别人一样倒在地上 而是开始痛苦挣扎 原来他的心脏位置与常人不同 子弹未能直接击中心脏 更让人惊议的是 连续的枪声并未立即结束他的生命 执法员不得不接连发射五枪 才最终终结胡长青的痛苦 曾经的他以为自己越来越接近权力顶端 便可以为所欲为 没想到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胡长青被揭发了他伪造文庭的事实 这件事成为导火线 最终揭露胡长青罪孽的一生 在这场引人注目的枪决中 胡长青的表现也相当令人震惊 尽管面临死亡 他却表现得十分从容 甚至还对枪决感到十分自豪 他认为自己是见过以来 被处决的最高级别干部 这样的历史记录可以载入史册 这种自豪和麻木 是他走上犯罪之路的开始 胡长青的死亡引起了广泛关注 外界议论纷纷 身为一个副省长 他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个下场呢 胡长青的人生经历充满了坎坷和奋斗 他出生在湖南常德的一个贫困家庭 胡家除了胡长青外 还养着六个兄弟姐妹 一家人足足有九张吃饭的嘴巴 这让胡家更加贫寒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 胡长青决定走出家门去闯荡 年纪轻轻的 他变成了一个知青道新疆生耕三年 直到1968年参军入伍 在部队中 胡长青不仅学会了实用的技能 也深刻感受到了组织的力量 这也成为他日后 从事公职工作的基础 退伍后 胡长青进入湖南劳动厅 从副科长做起 在这个单位里 虽然职务提升了 但工资依然很低 此时的胡长青 还是个大好青年 为了提升自己改善生活 开始自学成才 考取了成人大专 并且从此之后 晋升的更快 1987年 他被调到北京 担任国家税务局的主任 尽管官位越来越高 但胡长青 却在外界的评价中 并不受待见 胡长青是一个 形象不好看的人 身材矮小 没有官员的气质 他的头发稀疏 年龄增长 使他几乎要涂底 在面对外界的批评和怀疑时 胡长青很恼火 因为他知道自己 无法改变外貌 这样的情况 导致他开始 想方设法地改变自己 他认为学历和官职 是可以改变的 因此他购买了 一张假的学位证 并开始吹嘘自己 是北大的客座教授 此外 他的贫穷童年 也让他渴望金钱的滋润 从调到江西的那一刻起 胡长青就踏上了腐败之路 他曾经见到太多有钱人 开着小轿车 出入高档酒店 穿着名牌 喝着洋酒 身边还带着陪伴小姐 尽管在这些 生活光鲜的人身边 他内心也有一些羡慕 但他却不能放肆 因为他的身份不允许 条件也不具备 这种迷惑和纠结 最终让他成为了 有贼心 没有贼胆的人 但是在1995年的时候 形势却突然逆转了 他是江西最大的贪官 吃下属 眼中好好巴结 就能升职的快速通道 也是是情人眼中的大金主 身为第一个 被执行死刑的副省级高官 胡长青 到底有多少负面恐 那一年 胡长青被调任江西省长助理 上级领导明显是想培养他 然而在这个机会到来之际 他的心态 却开始扭曲了起来 在他看来 江西离北京很遥远 皇帝老子都管不到他 因此他不仅可以更加放肆 而且还可以体验奢侈的生活 这种罪恶的想法 一旦滋生 就会让外界的蛀虫钻进去 最终导致了胡长青的失败和自毁 从1995年开始 胡长青开始频频接受富商的邀请 这些富商带着他去体验各种奢侈生活 但实际上都是为了和女人私会 在短短两年间 胡长青飞往澳门二十多次 据澳门酒店记载 他一共开了25次房 这意味着 每个月胡长青都会来澳门私会 同时 胡长青还涉足腐败领域 收红包 收礼物 并且收到前后 还嫌弃数额太少 没有诚意 1998年是胡长青的巅峰时期 他成功当选为江西副省长 此后 他更加嚣张自大 但他的名声并不光彩 全凭三条丑闻记住他 假造学历 私通女性 以及腐败从他首次上任时起 就有质疑声称 他的学历造假 可他逢人便自吹自雷 称自己是北大特定教授 某大首长的助理 然而这些谎言终究被揭露 其次 他的私生活混乱也成为 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那段时间 胡长青频繁地和女人私会 这一事实 引发社会广泛的非议和谴责 他的行为 不仅违反道德规范 也违反了法律法规 除了他假造学历 涉嫌腐败的不光彩记录外 也有关于他书法造语和摆架子 臭脾气的丑闻 胡长青自认为 有写字的天赋 甚至形容自己 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书法家 他常常在采访中 吹嘘自己的书法 才华 并把此作为自己成功之路的正义 可是在真正的艺术家眼中 胡长青的所谓书法 只是略显平庸的自主罢 胡长青对自己的才能过于自信 无视了社会对于艺术家高标准的要求 从而引起了公众的质疑和嘲笑 此外 胡长青还有一个显露出来的臭脾气 他喜欢摆架子 总是拿着权力 使唤手下的官员和工作人员 例如1999年 胡长青去市里视察工作 由于市长需要处理紧急工作 未能全程给同胡长青 于是胡长青大发媒体 甚至直接上车离开市场工作 这种架子摆得让人无法接受 加上他各种不良形象的累积 使得胡长青成为了当地百姓眼中的贪官 和嚣张罚扈的代表 但是这些丑闻并没有导致胡长青的落马 相反 他最终还是被一个女服务员揭穿了真相 一个没有经济基础 没有后台的服务员 究竟是怎么把胡长青搞垮的呢 他是江西最大的贪官 曾经大放厥词 表示其他人的官职都还太小 之后却阴色坠落 这其中的缘由究竟是怎么样呢 1995年的一天 胡长青来到南昌工作 并入住了干江宾馆 他每天闭门不出 一遇到女服务员就会呵斥对方一顿 因为他很挑剔 认为自己身在高位 居住的地方必须一尘不染 时间一久 胡长青的臭脾气便四处传开 宾馆的女服务员们 都不敢接近他所在的二号楼 唯独一个年轻的服务员每天都积极地往胡长青房间跑 实际上 这个女人也幸福 她才27岁 但她对于胡长青提出的同种要求不以为意 反而更加积极地打扫房间 很快胡长青开始对这个女服务员产生好感 两人深入交流后 女服务员开始提出要求 胡长青一开口就答应给她一套房子 并且立即联系房的产商 只花了5万元便成功拿下了价值20亿的房产 但这还不够 为了讨好情妇 胡长青又送给房的产商一个人情 这个人情省下了320万元 房地产商不仅退还了胡长青的定金 还让她白调了这套房子 但是情妇并没有因此止步 她继续向胡长青索要财务 很快胡长青被组织调查 1999年 当情妇听说胡长青即将调回北京时 十分担心 因为如果胡长青离开南昌 她就再也无法得到那些奢侈品负现金 有一天 情妇找到胡长青表示 不想再当服务员了 而这时 胡长青已经为她挖费了不少钱财 她一心讨好情妇 于是直接把情妇安排进了事业单位 但是这并没有满足情妇的要求 她又提出需要买套房子去广州发展 胡长青二话不说就去广州带情妇看房 但她的行为引起了组织的怀疑 本来胡长青在展广开广活动时应该参加 而且活动结束后还有会议需要开 但因为情妇的要求 她放弃了所有的事情直奔机场 甚至假造了身份证 在广州购置了房产后 被调查人员扣留 此时的胡长青还企图售买相关人员 并扬言只要肯放了她 出去以后 她会免费送一副亲笔自画 但是经调查后 胡长青涉嫌贪污500多万元 平均下来 她每天都会贪污5000元 这是当时一个农民两年的收入 在2000年初 南昌法院对胡长青进行了审判 整个宣读过程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最后法院依法判处胡长青死刑 虽然胡长青当场表示不服 但她的上诉最后还是失败了 除了胡长青的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高层干部也因贪污被判罪 例如在韩文贵子城据探捏造学历和假证件的事件中 韩文贵子成因涉嫌受贿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 在这个事件中韩文贵子城的行为 是对法律和职业道德的一种亵渎 她的罪行使得她失去了自由 并让她的家庭生活受到了影响